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小厨房煮大餐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个炆冬菇的做法 软滑得来,还没有这个木糠味 希望大家能成为我拍片动力的来源 给个赞,喜欢看的话 记得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事先处理冬菇的部分 现在很多时候的冬菇都是人工赔值 就不会太骚髒了 事前将它用清水轻轻洗净 然后将它浸泡过夜 浸泡期间,记得把它放进冰箱里 我选冬菇,通常会一个5元的大小 你炆出来的菇味是特别香的 今天我炆冬菇,我会用到瑶柱来做配料 我们首先烧热半汤匙的油 油热后,我们就沾到瑶柱里 瑶柱事先不需要清洗 然后我们再用水浸泡至软身 用这个方法来做的瑶柱,浸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冬菇我已经预先浸泡了一晚 如果浸泡好的冬菇,你按在菇脚里 软身的话,就代表冬菇已经浸泡了完成 我们就把菇脚剪走 冬菇脚和浸冬菇的水,都要留下备用 详细材料的份量,你们按在标题上就有列明了 然后我们就把冬菇多余的水分压出来 冬菇也要稍微腌制一下 我们就加入1茶匙半的生粉,把它拌匀了 冬菇和生粉稍微混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1.5汤匙的油 因为冬菇是一样很吸油的食物 如果没有油份的话,冬菇就会不滑,不好吃了 我们就把混和了生粉和油的冬菇,把它腌制起码30分钟 冬菇醃制期间,我们就预备料头部分 我们就把姜片,干葱和蒜头分别切成断线 葱白和葱尾分开 葱白的部分,我们用刀切碟 今天炖冬菇,我亦都会用到金华火腿调一调味 事前把它轻轻洗一洗后,把它切成薄片 每一片大约2毫米的厚度 料头切好后,预备两个茶袋 首先烧热锅,然后加入1.5汤匙油 首先爆香姜片,用中火爆香姜片 当姜片边缘有金黄色的时候 加入干葱,继续爆香 炒到姜片和干葱有微微的金黄色的时候 才好放蒜头下去继续炒香 因为蒜头很容易炒焦 所以一定要顺序炒香这个料头 好,当你炒到姜,干葱和蒜头都有香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炒香这个葱白和葱味 炒到葱都有香味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入1汤匙的水 扯一扯它,爆出来的料头是会特别香的 水分蒸发后,可以关火 然后把料头夹进茶袋里面 但如果只用1个茶袋入住料头 很容易炆菜时,就会全走出来 所以我会用2个茶袋,万无一失 嗯,行啦 我们看看刚刚已经浸好的姥柱 泡好了,你就会看到它是1岔岔了 刚刚炒頤头的锅我们不需要洗 烧热后加入大约2汤匙的油 油都腌炒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已经腌制了30分钟的冬菇 和金華火腿 用中火炒香 用中火炒分量2分鐘 已經聞到金華火腿和冬菇的香味 可以加入1湯匙紹興酒 當紹興酒揮發時 可以加入浸泡的瑤柱和瑤柱水 繼續用中火炒至乾身為止 當水分蒸發時就可以關火 你們可以用完鍋炆也行 或者像我一樣,把它轉到鍋裡炆也行 加入炒了的料頭 浸冬菇的水,連同冬菇的水 水份量大約1200毫升 炆冬菇也需要調味料 這裡有2湯匙半的蠔油 半湯匙生抽 和1湯匙糖 蓋上鍋蓋,然後把它煮起 煮起 煮滾後,加入1湯匙豬油 如果沒有豬油的話,可以放雞油來代替 炆冬菇是絕對不好吃的 炆冬菇如果不夠油 是絕對不好吃的 用中小火炆1小時 炆了1小時後,就可以關火 這時候冬菇是可以吃的 只不過它的味道還沒入到心裡 通常我會早上做炆冬菇 晚上回熱來吃 另一個方法就是 之前那一天做定 第二天把它回熱回來吃 冬菇的味道是特別好吃的 但是最重要是 我們要把料頭夾走 等冬菇冷凍後 就把它放進冰箱裡 冬菇已經放了一晚 現在就做玻璃芡 1.5茶匙生粉 加入20毫升水 把它混和 記得生粉是Potato Starch 是用薯仔來做的 冬菇經過一晚之後 汁液已經明顯被冬菇吸收了 用小火把冬菇 稍微加熱 加熱後 就可以試試冬菇和汁 夠不夠味 通常經過一晚之後 冬菇已經入味 但如果你們覺得冬菇不夠味 現在這個階段 才加入額外的調味料 冬菇跟很多菜式都很配 我今天會加入花膠來煮 加入花膠後 我們用小火 用小火 將它煮10分鐘 煮完10分鐘之後 我們就關火 關火之後 我們才好加入一個玻璃芡 加入玻璃芡之後 我們才開小火 將它再次煮滾 煮滾完隔一會 你們就會看到那個芡汁 就會越來越結身 我是小廚房 煮大餐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燜菇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見